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戴维斯的付出时间也快了 本赛季 詹姆斯场均有25加8加8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超过50% 戴维斯的数据相比前一年有所下滑 但依然维持在23加8 这两人的场均总得分接近占到胡人队的一半 我们还没有算上罚球传球这些其他能创造进攻的因素 胡人队不能没有詹姆斯 也不能没有戴维斯 这两人是球队前进的影情 少了任何一个胡人都难以争夺总冠军 詹姆斯的伤病纯属意外 生涯这么长时间 詹姆斯还没有因为脚踝伤势缺席过 所以詹姆斯只要恢复完全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胡人对此也比较自信 戴维斯的伤情值得我们注意 戴维斯过去两个赛季打了很长时间 进入联盟后 戴维斯一直小伤不断 他的腿部一直有伤病时 虽然这次只是拉伤 但胡人非常谨慎 一旦戴维斯像杜兰特一样伤情加重 那对胡人来说可谓得不偿失 目前詹姆斯休息了一个月时间 戴维斯则休息超过两个月 这段时间胡人的战绩大体可以接受 尤其是詹姆斯商庭的一段时间 胡人球员齐心协力和对手硬碰硬 甚至有在客场击败东部强敌篮网的比赛 让很多球迷印象深刻 以胡人的现有阵容 他们完全可以冲击季后赛 他们的防守非常有压迫性 德拉蒙德的加盟更是让球队如虎添翼 胡人的内线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因此在不出现重大伤病的情况下 胡人就是本赛季夺冠最大热门 这一点球迷们可以放心 接下来的半个月 胡人将挑战爵士独行侠这样的强队 胡人队需要妥善安排詹姆斯的比赛时间 等詹姆斯付出 先让他循序渐进 时间控制在25分钟左右 先让詹姆斯找回状态 至于戴维斯 胡人目前的内线并不缺人 德拉蒙德 小加索尔和哈雷尔个人能力都不差 戴维斯甚至可以效仿杜兰特 以替补身份出战 慢慢寻找状态 调整自己的身体 进入NBA的比赛节奏 最后一点 完全健康的詹姆斯 和戴维斯去年季后赛场均得分均达到28分 在西部季后赛 他们兵不屑任淘汰三个对手 三轮系列赛只输了三场 这就是健康状况下的詹姆斯和戴维斯 虽然球迷认为 今年的76人 篮网 快船等队具备 冲击总冠军的实力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 詹姆斯和戴维斯 是全联盟 攻防实力最高的双人组 没有之一 看看其他的 争冠球队 他们的当家球星 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 同城兄弟快船队 保罗乔治状态不好的时候 可以低迷整个系列赛 在上赛季这样的起伏 使得球队惨遭逆转 难忘的阵容 看似豪华 但杜兰特 是否还会遭遇伤病 还得画上大大的问号 欧文能攻不擅守 他等常规赛虽强 可是打了这么多年季后赛 他甚至还未完全证明过自己 绝晶队又折损了木雷 争冠大门 已经向他们缓缓关闭 再结合胡人目前的阵容 以及防守强度 等这两位球星回归 胡人的目标依然是总冠军 他们才是最大热门 各位球迷朋友 你们看好 胡人本赛季的夺冠前景吗 你们认为詹姆斯 还需要多长时间付出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还有什么 Apartwork的 我讲了 我